伯熙來的兒子伯瓜瓜對伯熙來能否得到公正審判表示懷疑 伯熙來案在今個星期開審 伯瓜瓜星期二在美國《紐約時報》發表聲明 呼籲中國當局給予伯熙來不受限制的情況之下能夠自變 現年25歲的伯瓜瓜目前在美國求學 他說他只能夠猜想自己父母被秘密拘押的情況 和他們在孤獨當中忍受的苦楚 伯瓜瓜又說如果對伯熙來案的審判結果 解決於自己父母和當局就他的安全達成協議 所以這種審判就不具有任何道義 幾家媒體在報導當中暗示 如果伯熙來夫婦和當局達成有關保護伯瓜瓜的協議 局海來就有可能在法庭上提供不利於伯熙來的政策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伯熙來將會被判長期監禁 但不可能被判著死刑